欸 我剛剛有沒有問你啊 你覺得這個字 你喜歡念軀還是軀啊 你會念進軀小管還是會念進軀小管 你會念遠軀小管還是會念圓軀小管 為什麼 因為它是彎軀的意思嘛 欸 你覺得念進軀很怕嗎 就很上晉原本 沒有嘛 很進軀啊 可是你好久沒有聽這個詞了 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他自己的這個人生的目標 那就是開一間餐館 我不知道我們知道這個原因 就是你本來有沒有這個興趣 還是那種退休了再開一個餐館 或者是那個繁華落盡 繁華落盡是什麼意思嗎 繁華落盡了 然後再開一個餐館 甚至有時候還可以開一個主題餐館 然後展示自己的一些旅遊的收集品 我不知道大家先知道 那你知道嗎 現在的人在心極度的空虛 所以它要藉由小說電影 來充實自己空虛的心靈 有時候單純去吃個東西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特別是在網路的世界 你以為你去買一個東西而已嗎 其實你買的是一個故事 你以為你只是去消費而已嗎 其實你是投入一個情感 你認為你擁護這個故事當中 所以你去一個餐館 最好是還有什麼帝國料理啊 然後接下來有帝國的戀主啊 或者是說有什麼什麼高階的薪水啊 然後什麼很大的權利啊 然後他為了愛啊 然後全部都泡掉啊 然後遠走他鄉啊 到我們東南亞的這些小國家 來開一個小餐館啊 然後你去就覺得 哇 感覺很方便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不過有時候故事的結局會有點難 不過因為你可能在網路上 我聽別人講故事很美 因為你去發現 蛤 主角是長這樣 哈哈哈哈 就哭著跑掉 王子跟公主不應該是長這樣 就跑了 我沒有說長得醜的人 就沒有本意的故事 不是這個意思嗎 只是說 譬如說之前很有名的電影啊 諸葛亮是金城無緣 對不對 周宇宙宮景是兩朝位 你如果找個 哎呀 也不好講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人有時候我們討厭 就還是這樣子 當然有人很不高興啊 所以就故意要顛覆他們 結果沒想到他還出了四值 沒想到這種電影竟然可以出四值 Strike 知道我們在電影嗎 把衣服整完單了 對不對 他們已經故意這樣啊 他在裡面會出現很多有名的童話小說 童話叫小說嗎 童話是童話 童話故事的主角 他們好像個性都壞壞了 都白癡白癡了 也有點壞 其中有一個大壞人還是小壞人 好像是白馬王子的主角 哎 為什麼突然講這個啊 所以有時候你只是要 就是要投出一點心思 然後買一個故事嘛 對不對 你就要買一個故事 所以你以後 你們還年輕耶 有這麼壞嗎 還是就已經想過了 因為有啊 我們就有需要 或當然就不多啦 然後就是你們的學家 然後畢業了開麵包店啊 然後畢業了開咖啡店啊 畢業了幹嘛 都有啦 人 各種人都有啊 而且也都好 快樂就好 所以你以後也可以開一個主題餐廳啊 對不對 例如說你是唯一女青年嘛 你喜歡糖 吃 送食 圓曲啊 是不是 就可以開一個 終於有關了 你就開一個圓曲小館 不然你以為我突然講 現在都在講 那是新聞有沒有 時間太多了 真的是 在教你們這些廢話 其實你們知道的 對不對 有沒有很棒 不然你都一直小 沒意思嘛 你不覺得這樣整個畢竟 就被我們提升到另外一個 不可思議的程序 有沒有 你以為我是大老闆的話 我跟你講不只 你可以開很多 你可以開唐獅大飯店 有沒有 長短聚度假中心 可以聚小館 研鎖企業 一張票有三個地方 就是啊 你看你怎麼經營 要自己的事啊 不管怎麼樣 所以你就可以開店啊 開店你就 你就跟我們說一聲有沒有 然後發VIP給大家 大家都去光顧 大家知道嗎 可以整個氣氛炒熱的啊 我如果不小心去 然後就發現 這個人我好像認識 我會狂奔 你知道嗎 因為我對我學生沒有信心 你一定會在給我的菜裡面加料 這樣我會拉個子 那不是 所以我以後看醫生 一定都要看男生 現在就已經是這樣 沒有辦法為什麼 好啦 趕快援曲小館 不錯吧 我也要非常想estab 那無能力是 甚至沒有